Yo大家好,我是油果,欢迎来来儿生油果 今天是美国早饭碗系列的第二集 我们跟大家介绍的呢,是在面试时最常出现的五个问题 那今天的话我会依照我自己的经验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喜欢的一些回答 那这些回答的话可能会因人而异 也有可能会因工作或是职缺的内容而有所不同 希望大家可以针对这些回答,然后下去做一些修改 然后希望能对于面试的准备能提供一点点小的帮助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一起来看吧,Let's go 首先第一个我们看到的就是 Tell me about yourself Tell me about yourself 可以请你简单做一个自我介绍吗 那通常这就是你在面试当中会碰到的第一个问题 他并不是想要问你那些很私人的东西 他反而是希望你可以借由这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呢 去凸显说你的特质在哪里 你为什么适合这份工作 我大概会把这个问题的回答分成五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我会先针对我的背景下去做一个描述 那大概这个的话就是一两句话就可以带过了 比如说你可以说 Hello, my name is Yo-Yo, I'm born and raised in Taiwan, and I'm currently a master stud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Shrest-Kleid Martin 那像我这样就很简单的带过说 我的背景啊,然后我现在正在做的是什么东西 但是我提及到的东西其实都是跟这个职缺是有所相关的 那第二个部分我就会移到说我的兴趣啊,我的热忱所在 比如说我对于,因为像我自己本身是念行销的,我对于可能社群行销啊,电子行销啊,或是网路行销 这种东西非常有兴趣 我就可以说 I have a passion for 然后你就可以讲 比如说我对于像这种故事行销或叙事行销的storytelling marketing非常有兴趣 我就可以说 我对于这个非常有热忱 然后移到第三个部分 你就可以说过去比较亮眼的成绩啊,或是比较相关的一些工作经验 你就可以讲说 So this is what I am right now I have been doing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for the last three years or two years 然后就可以提及一下你过去到底在做什么东西 那你势必就是从第二个部分非常顺的带到第三个部分 然后去提及到说 我过去哪些很不错的经验啊 跟这个职缺是非常相关的 那接下来就可以带到第四个部分 就是说 我过去这些经验 我可以怎么样去提供或是帮助到公司现在的发展 自我介绍这一题 最后一个部分 我就会通往做一个简单的结尾 就是说 我现在正在找寻一个 能够让我发挥出我所有的才能 然后甚至是运用到我所有的专业知识的一个工作机会 我也希望说能够跟公司一起成长 那他们就知道说 这个人并不是说只想要做这份工作 而是希望去提升他自己 然后甚至帮助到公司 那在面试中啊 最常出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 why work for us why us 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这间公司 他想要知道说 你对于这间公司的背景 还有对于这个职缺的要求 你理解到哪里 所以这时候我通常都会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的话 我就会说 我有了解到 然后发现说 你们贵公司的产品啊 还有服务 在业界是备受肯定的 就让他们知道说 你是有做过功课 然后你对于这间公司 本身还有产品 还有这个品牌 是有信心的 那第二个 我马上我就会连接到 就是他们公司的这种 未来展望啊 还有他们的目标 他们在官网上通常都会放 Mission Statement 或者是那种 Business Objectives 所以你就可以了解到说 他们未来是希望 朝怎么样的方向发展 你就可以跟他们讲说 I really love the concept of 然后你就可以讲他们 未来会提到的东西 最后你就可以很顺的 带到说 I think 然后那间公司的名字 比如说 has multiple exciting plans for the future and I really want to be a part of it 就让大家知道说 我真的对于这个未来 你们未来的这种计划 然后这种规划 我是非常有兴趣去参与 这也是我能进来 然后去帮助到你们的地方 第三个在面试 最常出现的问题 就是 What's your weakness? 你的弱点是什么? 那每一个人都有弱点 每一个人都有做不好的地方 这无所谓 但是你必须要让他们了解到说 这个并不是一个很难去做修正 或是不可能去被修正的一个问题 你会希望把这件事情去放在一个情境 就比如说 在某种情况的时候 我会有怎么样做不好的地方 然后怎么样你去改善去了解 所以你要让老板知道说 我有这样的缺点 每个人都有缺点 没有关系 但是你知道如何去改进它吗?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那通常的话我就会说 在什么样怎么样的情况 我常常会有什么样的 你就可以去讲 那等到这个影片结束之后 接下来你就可以带到说 所以当我发现我有这个问题的时候 可能会造成怎么样的 比如说 当我太紧张 我讲话速度太快 别人会无法去了解 那我就可以跟他讲说 我知道这个问题之后呢 我尝试去 不断的去练习 然后让自己有勇于在大众前面 或是群众前面去发表自己的意见 然后我也知道说 我必须要准备得更加充足 所以当我在台上的时候 我才能是更沉稳的 然后更自在地去表达 我所想要说的东西 那你讲到这种东西的话 这样其实老板就知道说 那这个绝对就不是一个 非常致命的问题 甚至你也可以跟大家讲说 如果你有任何更多的机会 你也可以跟他讲说 我之后 就是因为我发现 我其实在很多人面前讲话 所以我会非常放不开 那我自己尝试去练习 后来我甚至能够 比如说单独主持 就是多少人的场面 或是多少人的场合 然后像这样子 那你就可以让他知道说 我一直有在进步 我甚至已经跨越了 原本的那个障碍 然后做得越来越好 然后你最后就可以提及到说 我非常享受这个 自我进步的这个过程 然后希望每天能够 学习到很多新的事物 让自己更好 第四个常见的问题呢 可能就会跟你的专业 比较相关的 还就会希望 比如说 我问你说 你曾经有没有怎么样 怎么样的经验 假设我们以Martin 为例子好了 你曾经有没有 面对过客服的相关经验 或是客服问题的一些情境 然后你是怎么样去做解决 然后请你去举一个例子 那这种情况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到 STAR 就是S-T-A-R 去发挥 去凸显自己的人格特质 比如说你在看这个 直缺的要求的时候 他会要求 比如说你需要有 具备哪些的能力 那我觉得你在这个回答的时候 你就可以跟他提及到 或是想办法去彰显出 我有符合这个能力 比如说 我有办法在很高压的环境下面 去发挥得非常好 然后或是我可以完成 超乎老板的要求 或是预期的东西 类似像这样 你就可以在这个情况下面去表达 去告诉他说 我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例子 第五个 也是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 Where do you see yourself in the next 5 years? 你未来五年 你有怎么样的展望 你期待你自己变成怎么样的样子 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 我这份工作 我本来就真的只打算做一两年 或是两三年我就要走了 那你总不能在面试的时候就说 我打算做个两三年 然后就跳槽到别人公司 看有没有更好的薪水或待遇 你必须要让他知道说 我这个是稳定的 我很想要跟公司一起去成长 然后希望公司也给我这样子的机会 第一个你可以讲一个短中长的目标 建议品牌形象啊 或是巩固 或是提升顾客关系 这些都是可以去提及到的 那接下来就可以讲说 我希望在这个未来五年当中 我能够赢得老板您 或是公司 或是公司的其他高层 或是甚至是我的同事们的认可 及尊重 那我希望说 我在这个职缺上面 我所做出来的东西 是被大家所肯定的 那第三个 最后你就可以提及到说 我希望 我能把我在这个岗位上 所学到的所有的经验 去传承 或是分享给其他的同事啊 或是新进的人员 然后去帮忙去培训 让这个公司更加的壮大 那就是提供一个非常清晰的 一个短中长的计划 让老板一听 诶 我觉得这个人不错 他不是想要Hit and Run就走 他反而是对于我们公司 有一个更大的抱负 跟发展 那这就是今天的影片啊 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面试中最常出现的五个问题 然后还有我自己喜欢的回答 然后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希望能够提供一点点小小的 帮助跟建议 在YouTube上面 有非常多这些非常资深啊 然后非常厉害的这些 YouTuber 他们在上面会分享一些 他们对于面试问题 该如何去做回答 我觉得这些的话都非常有帮助 就是可以多看 然后多收集 相信如果你有看过这些影片 然后稍微整理一下 整理出属于自己的一套公式 那当你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 相信你绝对能够非常充容的 然后非常有自信的去回答 那在这边祝福大家 在面试的过程中 都能够过关斩将 然后拿到最适合自己的一个工作之权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别忘记在下面按赞 然后最重要是订阅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哦 拜拜